非常高兴有机会来萤火书局 给大家讲一讲韩非子的思想 我们今天晚上的这个讲座 就是来讲韩非子 那么在我讲授中国哲学史的过程当中 这个韩非子一直都在我讲授的范围里 那当然在我这个出中国哲学史误奖的时候 这个因为我选的哲学家都更偏重这个思辨性的哲学家 所以我在选的过程当中就没有选韩非子的哲学 甚至我连荀子都没有选 实在是因为15的要选15个哲学家 这个还是根据自己的一直以来研究的这个偏向 那我今天来给大家讲一讲韩非子 来理解一下这个在战国时期 那么这样一个伟大的哲学家 那么伟大的思想家 他对历史的思考 他对历史的理解 我这个标题呢 当然是历史想的 刺向历史深处的刀锋 那么韩非子看向历史的目光是冷峻的 有点像手术刀一般的那种寒风 所以他切众的或呈现给我们的历史 有些部分是令我们非常不愉快的 就是读韩非子 我们一般情况下很难带着一种春天般温暖的意思来看待它 客观的讲那么他本身也并不生活在一个历史上的春天 这个一会儿我会讲 为什么讲历史上的春天这个讲法 其实跟我的主题也是有关系的 那么我的副标题讲韩非子与春秋学 这个地方要点出韩非子跟这个春秋经之间的关系 那么我要特别声明 我无异于把韩非子讲成儒家 但是我们都知道 实际上韩非子无论如何是受到过荀子的影响的 那么他受荀子的影响到底是在什么意义上的影响 韩非子对我来说相当大程度 他那种冷峻的像手术刀一般闪耀着寒光的那样一个对历史的观看 这种观看本身呢 虽然他揭示出来的东西常常令人不快 但是我们不能不诚实的承认 就是我们会发现韩非子大部分关于历史的看法 其实都说对 也就是说我们在读韩非子这个书的时候 如果你对2000多年的中国古代史有充分的了解 当然2000多年中国古代史不是说中国文明 是只有2000年的历史 而是说我们有明确文字记载的 中国古代的历史是2000多年 因为我们有明确历史记载的这个历史起点 基本上到现在看 大家还是以春秋经为起点 而春秋经起点的时间就是公元前722年 那也就是说2000多年不到3000年 那么这样一个中国古代历史 那么如果我们认真的去看中国古代历史上面发生的各种各样的政治事件 各种各样的权力斗争 各种各样的这个不同王朝之间的这个更迭 那么与之相关的各种各样的东西 那么我会发现韩非子不能不感慨的说 韩非子在2000多年前实际上就一眼看透了 一眼看穿了此后 这个2000年历史当中的很多事情 所以都是可以印证的 所以我就特别想选了这样一个题目 刺向历史深处的刀锋 对于仍然保持在历史的春天的这种 有这种心境的读者来说 那么韩非子当然是有能不快的 但是也许我们应该从这种春天的心境当中走出来了 这个可能对我 在我看来可能冬天已经来了 历史的冬天已经来了 所以我们今天那个主题说 这个韩非子与春秋学 这样一个主题 那么这是我的这个PPT的一个大概目录 那么我们首先来导演 导演从鲁迅开始说 很年轻的时候读鲁迅就 对这个话就有印象 最近又重复回去读 在鲁迅的这篇写在坟后面 这个文章里面 鲁迅就讲 说他自己就是思想上 又何尝不重些 庄舟韩非的毒 那时而很随便 时而很俊极 注意 时而很随便 这个是庄子 时而很俊极 这个就是韩非 那么这篇文章 应该是鲁迅1926年的一篇文章 那这篇文章的这个 其中讲到这段话的这个上下文呢 是鲁迅在此前一年推荐 让这个有给年轻人推荐书 鲁迅大概推荐的意思是说 这个中国的书就一概不要读 只要读西方的书就好 鲁迅的很多讲法呢 首先我们要 我要特别强调 就是我对鲁迅非常的 极度憧憬 这个不能不说鲁迅的伟大 鲁迅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 对待中国中华的优秀传统文化 我们现在常常强调 或者说我们说的国粹 或者我们说的国学 他的态度呢 在那个时代 他保持一个非常激进的 一个批判的态度 今天我们讲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我们可以撇开鲁迅不谈 但是呢 我觉得更诚实的态度 就是还是要面对 鲁迅所提出的这些问题 鲁迅像一盆冰水 让我们在头脑过热的时候 特别是我们在 这个沉溺在某种 太多的想象性的 这个 这种思考 想象性的 若有所思的状态的时候 我觉得鲁迅对我们是一个非常大的提醒 在鲁迅那个时代呢 当然他有一种非常强烈的一个激进反传统的一个 态度 当然这种激进反传统的态度呢 实际上可以说整个新文化运动就是如此 今天我们要强调中华固有文明 中国固有文化的一个复兴 无论如何我们还是要正面面对新文化运动的传统 我个人认为我们对新文化运动是要总体上在要有一个历史上历史性的了解 就是我认为今天有部分人这个从根本上试图要否定新文化运动 这我是不接受的 我把新文化运动理解为从一个常识段的一个角度 我把它理解为中国文明自我否定的一种机制 在特定的历史阶段的一个体现 很多年前我就讲过 我说我们这样一个原发性的文明 这个原创原发性的文明它跟派生性的文明不一样 派生性的文明在遇到激进的变化的时候 它转生很快 这个但是我们是原发性的文明 那么原发性的文明像我们这样一个漫长而悠久的文明 那么它在面对巨大的社会变迁的时候 巨大的时代变迁的时候 它不经过彻底的自我否定 实际上也很难达到真正意义上的自我更新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把新文化运动 甚至包括鲁迅的这种激进的一种反传统的态度 我都把它视为我们这个文明 这个自我更新的一个环节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 我们要历史的来看新化运动 包括鲁迅的这种讲法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鲁迅说自己中了这个庄州和韩非的毒 其实你仔细想一想 鲁迅看待历史的很多方式 看待历史的这个对历史的观看 我们不能不说在很多地方 多多少少 如果你熟读韩非子的话 你还是能看到有比较明显的韩非子的这个影响 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引言 从这个地方来引入 韩非子这个人我不必多说 因为实际上关于韩非子的相关记载并不多 这个对于秦以前的哲学家来说 大部分哲学家生平经历都是非常简单的 生平经历最详细最确定的 我们不能不说还是孔子 这个史记孔子世家 那样一个长篇的 关于孔子的传记 这个其他的哲学家其实没有 比如包括 这个老子传 对吧 老丹传 你看史记老丹传 史记老丹传其实就写的 就是很麻烦 这个刚开始一入手讲老丹 什么地方的人姓什么叫什么 然后做过州的这个守藏室 对吧 那么 然后呢又这个讲他西楚汉古关 然后留下老子五千爷 好像这个人特别确定 但到后面呢我们会发现 司马迁又把周太史丹和这个老来子引路进来 这个好像到后面讲着讲着 写着写着好像司马迁就开始不大知道这个老子是谁了 那庄子呢你去看一下庄子那更简单 这个生族年啊什么的都不清楚 即使是孟子啊这个我们可以看 其实在史记孟科传里面我们都找不到孟子姓什么 孟子字什么 抱歉这个口误 就是我们只能知道孟子姓孟子姓什么名什么 但是不知道他字什么 所以你就知道他这个简 但是孟子不一样啊 情况不一样 那么韩非子呢这个史记 韩非传里啊 这个老丹申寒烈传 这个司马迁是把 是把韩非放在 这个跟老丹传是放在一块的 老丹申寒烈传 那么在韩非传里面大概就讲了几点 第一呢说韩非这个人呢 他是韩当时的那个韩国 这个我就不再后面我就不再特别强调了 我说这个韩国指的是战国七兄弟的韩国 他是韩国的这个宗室宗室成员 这个为人呢他口吃 那个史记韩非传里写作吃口 就是韩非这个人结巴 所以不善言谈 善于著书里说 曾经跟李斯拒学于这个荀子 跟李斯是同学 曾经在都游于荀子门下 正因为这一条大家要注意啊 就造成了一个大的误解 所以历史上相当部分的人 包括我们近代的学者啊 相当部分的人都认为 李斯韩非年纪差不多 这一点啊 恐怕还是陈奇游先生 这个讲得好 讲得对 陈奇游先生说啊 他和李斯同学啊 那这个 这个古代的同学 跟我们今天的同学 不是一个概念 对吧 古代的同学之间年龄相去 可以甚远可以非常非常大 比如举个例子 孔门 子贡子比孔子小九岁 那这个曾子呢 曾子比孔子小四十六岁 所以这个不大好讲啊 不大好讲说这个 两个人年龄差不多 所以陈奇游先生有一个推测 就是到韩非子入秦 韩非子入秦 然后这个被毒死啊 这个被李斯这个毒死 应该是公元前二百三十三年 到这个时间 应该是韩非子已经年过六许 所以这个年龄 这个年龄段对于我们后面理解 这个韩非 韩非非常非常重要 对于韩非在入秦以后的情况 非常重要 这个韩非传里面呢 讲他这个 由于口吃 叫吃口 就是结版 所以不善言谈 善于著书 然后呢 这个奇盲嬴政 那读了韩非所做的文章之后 就感慨 说我如果能得见此人与之有 死不悍已 结果李斯就跟他讲说 这是韩非的书 这是韩非的文章 于是呢 那么这个时候秦国正在攻打韩国 所以呢 就加强了对韩国的攻击 然后要求韩国派韩非来出使 这个秦国 到了这个秦国之后呢 就韩非就提出了一些建议 其中包括特别著名的存韩 他到了这个秦国之后 他就强调存韩 要保存这个韩国 而不要灭掉韩国 于是就引申出了大的麻烦 然后他的死就跟这件事有关 这个呢 我们放到最后去讲 大概我们知道这个人 韩非的这样一个情况 我们要知道他呢 是由于非常重要 他由于这个荀子之门 受荀子的思想的影响 所以我们这一节呢 特别要讲韩非跟 和韩非在什么地方 受到了荀子 荀学的影响 那么韩非呢 其实我们仔细读韩非子 我们会发现 实际上韩非子可以说 套用史记讲庄子的那个话 就是齐学无所不愧 你去看 如果你用心读韩非子的话 你会发现韩非子 是真正意义上 这个 那个时代的思想资源 他好像没有不接触 对吧 我们可以非常明确地看到 他受到荀子的影响 我们可以非常明确地看到 韩非受老子的影响 我们知道最早的 这一点大家要注意 最早的老子解释 其实就在韩非子里 就是韩非子的解老篇 和育老篇 这个解释 这个老子的某些篇章 某些章节 这个是解老篇 发挥老子这本书里的某些道理 这是预老篇 所以大家有时间 可以去看一看 韩非子的这个解老篇 预老篇 所以很明显 他受到这个老子思想的影响 他有明确地 大家注意 他有明确地受到 这个庄子的影响 这个如果有兴趣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这个刘孝感先生 这庄子哲学极其演变 庄子哲学极其演变的 第一个部分 关于庄子对后来的影响当中 特别有一部分 一小部分 讲庄子对韩非的影响 那么韩非的思想 显然有墨家的影响 韩非的功利主义思想 韩非飞跃的思想 对这个跃 广义的跃 都有这个 都认为是不必要的 那这个是 我们可以说 在韩非内容 可以看到很清楚 韩非也留意过 当时的变者之学 比如会诗 比如 这个 公孙龙的 这个 坚白论 他明确地在 文章当中提到过 这个 坚白论 所以这个是 我们特别要注意的 真的是 齐学无所不愧 而且尤其是 韩非对那个时代的 那个时代之前的 历史掌握 各种各样的历史掌握 可谓通晓 我们现在看到 他所引 他所举的 各种各样的 例子 各种各样的事例 历史上的一些 记载 或者历史上的一些传说 我们可以看到 跟我们今天 留下的资料里 几乎所有的这个资料里 似乎都有 比如举个例子春秋 那这以后我们会特别强调 这个春秋 然后 比如 这个 我们后来说的 这个国语 当然我们不确定 我并不确定说 韩非一定看过 这个国语 但是他引用的一些故事 显然里面是有 这个 有引用国语 包括这个战国册 里面的这个故事 非常非常有意思 所以他 历史掌顾的来源 非常非常丰富 所以我们说 套用 这个不能不 这个套用 司马迁 讲 这个庄子那句话 真是欺修无所不愧 那么 他受到 荀子的 这个影响 那么这个影响 是几个方面的影响 这个最突出的 思想的方面 几个方面影响 第一人性论 韩非子似乎 并无一般性的 谈论普遍人性的 这个兴趣 但他总体而言 他对人的一般了解上 里面有非常强的 可以说有非常强的 荀子的影响 当然他没有明确的 韩非子没有明确的引用过 荀子的性恶论 韩非子对人性的理解 非常贴近于荀子里面 荀子这本书里面 对人之 一般人之常情的 那种理解 比如 一般人之常情的 这个好意务劳 这个趋利避害 等等这种 这种倾向 这是韩非子 不断的要调动 但是韩非子 没有一处认为 比如 他认为 好意务劳 趋利避害 这样的人之常情 人的通常的情态 是人普遍的本质 普遍的本性 没有讲过这个话 这个因为如果他讲这个话 我们会发现 他的那个内在的思想矛盾 就会更麻烦 其实韩非子 我们不能不说韩非子 后面是有 我们会看到他有这个 这个很大的一个思想的 内在矛盾 第二个方面呢 就是韩非子受荀子的影响 就是历史观 荀子的历史观 就已经是一个 我们用今天的话讲 可以说是一个进步历史观 那所谓进步历史观 也不见得非得叫进步历史观 这个进步历史观呢 实际上是指说 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 我们要注意的是呢 就是 各种 我们应对历史和看待历史的 态度都应该改变 比如治国的这个原理 治国的原则 随着历史时代的变化 就要有所变化 而不能一味的 指古之道 以欲金之有 这个 像后来汉代董忠书所讲的 天不变 道义不变 其实这个儒家的这个传统里面呢 基本上还是认为 有恒常不变的治理的原则 这个在 这个孔子的思想里 我们读论语啊 其实是可以看得很清楚的 但是荀子和韩非子 是拒绝接受这一点的 我们就全且说它是叫做 进步历史观 或者叫演化历史观 这个演化历史观 或进步历史观 就是随着时代的变化 人会发生改变 人的生存的物质条件 会发生改变 那么治理的方式 治理的原则 也要发生相应的改变 那么这是一个 历史观上的影响 这个影响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荀子对韩非子的影响 是很深的 还有一个不大容易 被注意的影响 就是荀子的春秋学 对韩非的影响 这一条呢 是一个非常隐含的 我认为是 相对比较隐含的一个线索 这个要读 韩非子的书你要去看 就是韩非子里面 我在这顺便再说一下 还说一个方面 就是韩非子写书实在是太会写了 其实荀子跟韩非子的文章 如果放在一块的话 我还是觉得韩非的文章 比荀子的文章写得好 韩非的文章一方面 文字极朴素 极顺畅 这是一个方面 另外一个方面呢 它在著作体力上 在著作体力上 有非常多重要的发明 当然这个发明呢 你也可以说 受了别家的影响 比如举个例子 它的内储篇和外储篇 内储篇和外储篇 它就有分两个部分来写 一个部分是经 一个部分是说 就自己先立出原则 几条原则 比如七数六微 这个我都不具体讲了 这个一个是讲起来太繁琐 另一个呢 说实话 讲这么阴暗的东西呢 我特别是那个 人均前欲群臣之术 我也不喜欢讲这个 而且我觉得也没啥意义 我觉得这反而是 韩非子的思想里面 我觉得意义不大的点 就这套东西呢 虽然客观的讲 确实揭示出了 后来的这种各种各样 王朝的政治里面 一些确实发生的一些事情 但是对于我们的这个 这个同学来说 都是看历史剧出来的 都是看宫斗剧出来的 对不对 这个可能都挺熟 虽然我个人觉得 就是看现在我们这些宫斗剧 看完了之后啊 估计在实际的这个 宫斗的这个历史当中啊 估计都活不到 活不过第一季 这个就不讲了 那个顺便说一句 如果大家真有兴趣 想通过历史剧 来了解历史的话 有一部历史剧 是绝对不可以错过的 大明王朝1566 嘉靖于海瑞 这是我 这是我看过的历史剧当中 我认为最好的没有之一 就像我 我觉得韩非子的这个 陈其游先生的韩非子新教著 是注释韩非子的书里面 最好的没有之一 这个是一样的 这个大家要有时间去看啊 所以呢 这个我们没必要讲这个 但是你比如举个例子 他那出片讲七数六位 七数六位前面讲 先讲先是经的部分 接着后面那个部分 就是说的部分 你要注意经和说的区分 这个区分最早的 著作的体力从哪来 从末经来 这个大家注意 末子当中啊 有几篇文章 后来被称为末辩 这末辩呢就是 一共四篇 经上下 经说上下 大曲篇小曲篇 这个大家注意 这当然我不展开来讲 总之一句话 他在著述体力上 比如内处篇 比如王征 就是一个国家 王国的 可能王国的征兆 王国 王征 那个文章体力 你可以去看一看 穗南篇 这个士大夫 士人 去说服君主 这个何其艰难 睡南篇 孤奋篇 南岩篇 五度篇 尤其是这个五度篇 五度篇的文章 文词之顺畅 那个文脉之 这个贯通 文笔之朴素 道理之名畅 令人认真 都是令人认真 所以这个确实 我们不能不说 韩非善诸书 真真是善于诸书 但是在很多的脉络里 确实有很多 朋友的 很多脉络 没有注意到 韩非子受春秋学的影响 受荀子春秋学的影响 那么 这个历史观这个部分 我就略举一条吧 略举一条 这一条呢 就是五度篇的一条 这一条是专门在讲 说这个 这个儒家传说中的善让 儒家传说中的善让呢 一般讲 遥顺之间 这个遥让天下于顺 顺让天下于雨 觉得这是这个德性崇高的表现 这个韩非子说 这有什么德性崇高的 你看看古代那遥顺 那吃的穿的那都什么呀 这个雨 这个雨望天下 对吧 身指累叉 以为民先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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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骨无拔 静不生毛 对吧 大腿上都没有一丁点的肥肉 小腿上毛都长不出来 这个据说 这个是磨的 磨顶放肿 后来讲 这个墨家其实就讲这样 对不对 说尘磨之劳不过一次 这么劳苦的事 让了就让了 所以他就讲 那让天下根本没有什么可崇高的 但是他说现在一个县令 一天人死了 这个县令死了 子孙他积累的财富 子孙累世携家 代代都都都都都驾车 所以呢 这个是以人之于让也 轻此古之天子 难去今之县令者 伯后之时 这说得真好 然后他又举例子 他说你看 住在山里的人 住在山里的人 然后要到深谷去挤水 所以那个水特别稀罕 一到过年逢年过节啊 大家相赠 赠送的就是水 而居住在这个 这个水边上的人 苦于水多 所以水基在那儿啊 得雇人来 把那个水 这个倒出去 对吧 买雍而绝毒 对吧 然后接着一句话 这句话我是 特别的印象深刻 说 故积岁之春 幼地不响 扬岁之秋 书克必死 什么意思 说因此到了 积年的 这个灾荒年的春季 这青黄不接 粮食 没有的时候 自己那小弟弟 饿了都不给吃 不给他吃 到了丰收年的秋天 即使来的陌生的客人 必死 都要给他吃的 对吧 他并不是 非输骨肉 爱过客也 多少之十亿 这个 也许我们读这一段 你回过头去看看 这几年发生的事情 全世界范围内 发生的事情 你大概 多多少少能理解一点 所以有的时候 一方面 我在人性论上 当然是 当然是 这个 尊孟子性善论 普遍人的本质倾向 那人的 道德的根基 纳在人的 这个 这个人性的根基里 道德的基础 在人的本质倾向 普遍的本质倾向里 是有其基础 这是一个方面 我要强调的 另一个方面 我不能不说 在从 这个现实的人的 一般情境的 这个角度上讲 这韩非子说的 大部分事情 冷酷了点 冷酷了点 残酷了点 但是 好像也不算错 大部分都让他说对了 令人遗憾的是 大部分都让他说对了 所以我们这个 回到这个地方来 他说历史的这个变化 比如举个例子 我们今天的这个 历史学家们 有的时候我觉得 这个不是批评史学 史学工作者 我有很多朋友 都是史学工作者 我对他们的工作 也非常的依赖 同时我也 极度尊重他们 但是我老觉得 我们的 历史学的工作者 也还是要有一些 宏观的事业 比如我一直想找 一个问题的答案 就是 我们的史学工作者 能不能给我们一些 重要的一些事情 一些答案 比如举个例子 吹风剑 立俊献背后的 道理到底是什么 是什么导致 史皇帝 这个秦统一天下之后 一定要吹风剑 立俊献 这个吹风剑 立俊献 这一大历史变革 它背后的动因 到底是什么 恐怕在 韩非子这个话里 这个是 应该可以说是 至少我认为 可以找到部分的答案 对吧 为什么这么讲 五度篇 还是五度篇 我没有在这 我没有在这写 五度篇 五度篇上来 先去讲人口 他讲人口 古代的人口少 古代物资 物资丰富 对吧 所以那个时候呢 这个 某种封建 分土 封土建茅的 这种制度 这个夏商周三代 特别是在 周代完善的 这个封建制 这个对于 政治秩序的维持 是有效的 但是你到了 这个 这个 春秋战国时期 特别到了战国末年 大家要注意 那人口到什么量了 五度篇 开篇就讲 说 人有五子不为多 一代生五个儿子 然后五子又有 又有 这个 每个又有五个 五个儿子 说大富未死 而有二十五孙 什么意思 这个爷爷辈 人还没去世呢 孙子辈 已经到二十五个人了 你就想一想 你就想一想 这个 这个 土地 这个 广土种民 疆域广大 人口又多了 在这种情况下 政治秩序的稳定 怎么才能有根本的 政治秩序的稳定 这才是 关键 所以废丰建立俊县 背后 我认为应该有一个 非常强的不得已 这个不得已 实际上 跟疆域的广大 跟人口的众多是有关系 甚至我们都局部的 都能理解 就是孔子那个时代的 这个 李幻岳崩 比如 这个八亿篇 论语八亿篇 大家 同学们想一想 论语八亿篇 这个 这个孔子未济世 孔子评论那个济世 八亿武于庭 是可人也 殊不可人也 这个忍 说这事你都忍心干 这个是成子说 应该读辱忍心之忍 说你用 你居然身为大夫 居然用八亿之武 用天子的这个礼乐 这怎么行 这事你都忍心干 还有什么事你不忍心干 那这个当然 这个有 有历史背景 一个历史背景 就鲁是周公 长子 的这个封地 所以 所以历史上 可以用这个 可以用 似乎是可以用 这个天子的礼乐 鲁国军 但你也不 不是你济世 大夫就可以用的 但是大家要注意 你想想人口就知道 这个周初 立的天子 六八亿之武 用六十四人 那个时候 人口在比较少的时候 用六十四人 就能够区分出 上下之等差 但到了 这个孔子生活的 春秋末年 那这个随着 这个疆域的扩大 农烈生产力的 这个缓慢提高 然后人口的增加 那你想一想 那一个济世 作为一个大夫 他用六十四人的武队 他就已经不觉得 这是什么大事 所以大家注意 这背后啊 我觉得 我在这个地方 要还是强调 我还是 有一个 在看待历史的时候 有一个根本的 历史唯物主义的 这个 这个 这个理解在里面 对吧 所以尤其是在解释 这个像 飞风剑 立军剑 这么大的事情的时候 我觉得要有一种 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史 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史 的一种 一种理解态度 那这个当然我们 这个不多 不多围绕这个地方展开来 这不是我们今天要谈的主题 对吧 所以他有个结论 所以他说 是以圣人 不欺修谷 不法常可 论事之事 因为之北 这个要根据 时代发生的这个变化 为之做准备 所以这个 这是韩非子的历史观 这个 这个地方再次强调 五度片 希望大家能去看 我说的几个篇章 我希望大家都去看 这个 睡难 说服别人之难 孤愤 王征 五度 难言 存寒 初见秦 存寒初见秦 可以看到这个人的苦心孤意 这个 一会儿会讲到 结尾的地方会讲到 这是他的历史观 这个春秋学呢 春秋学 我们在这儿我就引一条 就是汪中的 寻清子通论 这个寻清子通论呢 就是 汪中就讲 左是春秋 这个寻子在传 左是春秋的这个情况 这个历史上有个讲法 说这个 六经呢 是 是这个 孔子山术 六经肯定不是 内容不都是 内容不都是孔子发明的 就主要都不是孔子发明的 对吧 诗书 李月 亦 春秋 这个春秋也是因 这个鲁国的史书 而加以比须而成 但是孔子 三术六经 确立了六经的格局 所以 山术六经的是孔子 但是传六经的呢 一般认为是寻子 寻子 我们可以几乎可以看到 相关的历史记载里面 六经的传承 似乎 六经的传承 似乎都跟 跟寻子有关 而这里面春秋经呢 我们知道春秋是三传 那么这里面我特别要强调的是 左是春秋 因为我们看到 韩非子引用的 这个春秋故事啊 普遍用的都是左是传 所以这个呢 而汪中的寻庆子通论这里面呢 说左是春秋 寻清传之隐 这个我们就以此作为一个 作为一个结论 作为一个结论来接受下来 当然这个相关的考证 相关的争议一直有 这个 但是通过寻子 我们通过韩非子 对这个左传的反复的引用 左传的故事的反复的引用 看起来寻子传这个左是这件事 寻子传左传这件事 应该是有依据的 反而是能够能够反过来说 这个地方 韩非跟春秋左是传的这个关系啊 我就就引这一篇啊 这个间接事啊 这个看着没一个好字啊 所以韩非子 读韩非子 需要一个东西 就是需要两个素质 第一个素质呢 是你人要正 你人要堂皇正当 你人那个道义的心要立在哪 你要有公道心 你要有人 你要有那个仁厚之心 方能 我认为方能读韩非 你不够正直 你不 这个不适合读韩非 你不够正直 或者说 其实你不够正直 你不配读韩非 对吧 这是我觉得 这是第一点 你人要正直 其实韩非是个正直的人 以后我们会看到 另外一点 你太脆弱的心灵 太幼稚的心灵 也不适合读韩非 其实有一些学者呢 这个念了不少书之后呢 越念思想越呆萌 对吧 这个越念越天真 反正也是一种读法 我也挺羡慕的 就是读了这么多书 还一副天真的模样 这个真令人羡慕 常常体会这书都读哪儿去了 这个天真烂漫 当然我这是指这个真天真的 真天真的人 我一向尊敬 就世界上有一些真天真的人 比方说我有某个朋友啊 比我长一辈了 就是有点忘年交 很多年来每次见到他 我都能看到他那个眼睛啊 孩子一般水汪汪的大眼睛 那个每次看到他 我就想起孟子的那个话啊 胸中正则毛子了焉 胸中不正则毛子毛焉 那个黑漆漆的大眼睛 真是 这个呢是天真 这种天真背后有 往往有一种 有一种急动人的东西 但是我老觉得 今天有大部分学者 他不是天真 他是故作天真 这个就有点受不了 就是看到这种呆萌呢 这个哎呀 反正也行 也是一种读法 这个世界上什么人都需要有啊 咱不说了啊 这个当然我们回到这个地方来 这个他专门讲这个历连王 这个历连王呢 这个说是谚语里说的 这个我估计除了谚语以外啊 应该还跟那个时代的这个嗜好 就是一个言字边加一个意 因为古代一般人呢 一般重要的人去世之后啊 往往用一个或两个字 来概括他的生平 有些嗜好呢是好的 有些嗜好是不好的 像历一般就是不好的 对吧 所以呢这个地方他就讲 厌约历连王 此不公之言也啊 虽然古无虚厌 不可不察也 然后接着讲 此为截杀死亡之主言也 这是讲的这个 这个被胁迫被杀害 因此而死亡的那些国君说的 接着他讲这个历 历虽这个 这个雍轴 雍种彼羊 对吧 雍种彼羊都是这个身上长各种各样的什么 包括痔疮之类的东西 但是尚比于春秋 把这种这个雍种彼羊 这种各种各样恶心的痛苦的疾病 哪怕得了这种痛苦的疾病 你看看春秋里 那国君是怎么死的 绞境射骨 比于晋世 这个晋世 他讲春秋 对他来说 因为春秋那个时代 我们知道春秋这个公元前722年 记录的时间是公元前722年的 公元前481年 公元前481年以后 在左传后面还记了还记了几年 对吧 但大概就那个前后 他说比于晋世就是到了这个战国中期和战国后期了 所以那个时候等于是说 这个在很大意义上我们可以说 韩非是延续着他所理解的春秋 甚至在续写他的这个春秋 对吧 所以他说 下比于晋世 位置于饿死 灼金 被饿死 这个饿死讲的是主妇 讲的是赵国的这个主妇 这个生存其位 那个就是著名的赵武灵王 这个大家要注意 很多大英雄没有结局 死的 就是一世豪杰 死在谁手里 所以有的时候真是感慨啊 这个 有的 就是我们 我们太幼稚的 太呆萌的去看历史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确实 你真不宜做历史 你真正去看历史的时候 你去看 对吧 饿死 这个赵武灵王啊 对吧 胡福济社的那个 你想一想 这个曾经是多么豪迈的一个人啊 饿死 那个著名的齐桓公 死了 儿子在那 几个儿子在那争位置 这个是当前面的事情 对吧 死了没有人 这个 收敛 几个月的时间 重流出户 这个浊金 这个我就 我都不忍说了 你自己去看 这个奸解式 吊在房梁上 抽了金 还不伤 一个君主 一天一夜 然后才死 对吧 就想一想 所以 这个 春秋经的一种精神 然后玉老片 一言左传 也一言左传的事 来发明老子的思想 非常有意思 玉老本来是解释老子的思想 用的 却用了好几处都是用这个左传里的故事来翻的 而且非常有意思的是 韩非子对老子的解释老篇也特别值得去看 因为我们通常习惯于对老子的这个解读啊都是 都是那种无为啊那样的解读 我觉得你可以看看韩非子对老子的这个解读啊 有意思极了啊有意思极了啊有意思极了这个大家有时间可以去看这个 嗯 所以总之一句话到这儿我们特别强调韩非子 这书他著书的目的之一或者著书延续的精神之一就是他要延续他所理解的春秋的精神 当然当然我们不能说韩非子对春秋的精神的延续啊是春秋经的正脉啊 我要这么说的话估计学界会有不少人要骂我啊所以我还是收敛一点啊 这个春秋经的正脉嘛那还是左侍 公羊 古梁啊 但是呢你要注意到了这个后面还有律师春秋 其实律师春秋的这个这个住宿的目的啊也是要延续春秋经啊延续春秋经的精神 呃但是当然这个不见得是正脉啊 但是我们不能不说韩非有延续春秋经的意思 所以韩非里面他这个只不过住宿体力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啊 呃所以我我刚才也讲过他有那么多的住宿体力的发明啊 非常是一个非常有创造精神的人啊 写作上那这个春秋与历史的冬天啊 历史的冬天啊 历史的冬天啊 这个少庸的这个《观物内篇》 我这个讲这个春秋是历史的冬季啊 我这都不是胡说的啊 但是这个都是有根据的 我这个引用的是少庸的《观物内篇》里讲的 《观物内篇》呢这个我就不多说了 就是他呃少庸把六经啊 嗯跟这个人类文明的历史展开关联在一块 所以他说圣人之四府府是收藏之意 圣人以四府收藏藏这个续养百姓 那这个当然这个这个这都属于这个没有人民立场的一个理解啊 这个那当然总之一句话回到这来 总之是圣人有这个四府 那么这四府呢就是义书诗春秋 那当然注意大家注意义的这个顺序排在这儿 这个义啊一定指的是福西义 义的传承里有福西文王周公孔子啊 所以后来这个解义的各家 一般都要在四圣一魁或者四圣一贯的这个里面来解释来理解 那么这个地方讲的义应该是福西义 福西化八卦的义 然后呢所以他这个也符合时间 经典出现的时间 福西化八卦 传说中福西化八卦当然非常早的 然后接下来是书 义相当于历史的春天 书相当于历史的夏天 到了诗就已经进入到历史的秋天 到了春秋就进入到了历史的冬天 而李跟月龙乌于乌龙于其间 乌龙就是升降 所以他说的义书诗春秋四个历史的季节 我们这个打引号历史的季节 实际上不过是李月的升降而已 这个因为我们注意李跟月的作用方向是不一样的 李别义月和同 这个注意月记里面讲的 李别义月和同 李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分别和界限 李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等差 李强调的是秩序 越强调的是等差之间的贯通 等差之间的融合 等差之间的和谐 所以这两种精神 一个别义一个和同 所以整个的历史 其实都在李月的升降之间 那么接着他说春为生物之府 下为掌物之府 秋为收物之府 东为藏物之府 后面那条我没引 然后他讲 义为生民之府 书为掌民之府 诗为收民之府 春秋为藏民之府 所以他对应的是四季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 我觉得我们要讲的春秋 所以韩非子那样一个 寒冷的气息 韩非子那样一个 刀锋般的看待历史的目光 其实是 我觉得是一种冬季的心情 一种冬季的心情 这个在某种意义上 我们不能不说 其实这个精神 其实部分的 我们不能不说 它其实也是恐梦 也有这一方面 比如孟子里面讲 是衰到位 邪说暴行 幼座 这个有 不是我写错了 幼通假字 臣是其君者有之 子是其父者有之 我刚才讲 大英雄没结局 所以上书里论五福 其中重要一条 就是考忠命 就是人怎么死很重要 所以臣是其君者有之 子是其父者有之 而臣是君子是父 大部分情况下 要么就是儿子杀掉了父亲 要么就是弟弟杀掉了哥哥 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所以孔子聚 孔子聚什么 所以做春秋 这些事情孔子焉能不知 只是不讲而已 孔子为什么做春秋的时候 春秋要写得那么简 为什么对于春秋里记录的简单的东西 都要用口传的方式 你左侍其实就是 据记载就是口传 对吧 为什么要口传的方式 笔之于书的一定要记得简 我觉得几个方面吧 第一当你把这些历史的东西都记录下来的时候 会引起效法 其实反而引起效法 引起仿效 所以不宜说的过分详细 虽然这些事孔子哪有不知道的呢 孟子又如何不知道呢 这个历史上的人的常见的情态 有多么的残忍 孔子孟子焉能不知 所以我有的时候我觉得 孔子那个温厚之气 孔子那个不忍 孔子春秋写得那么简约 往往一字之褒贬 通过历史书写 用正当的价值来引导未来 其苦心可见 但是其中有一个苦心 很多人都未必明白 我觉得孔子肯定是不明白 我也是猜的 就是有点像 有点像 那母亲带着孩子去看电影 看到那残忍的场面的时候 那母亲会用手把孩子的眼睛遮住 不忍心让她看 所以孔子不讲 那背后有她的不忍在 真的不是不知道呀 所以孟子这句话很多年 我其实我也问过我的学生 我的学生做这个诗经的 我就讲 我说你要思考思考 对吧 孟子为什么讲 诗王而后春秋作 同学们 很多同学应该都看过 这个三字经吧 你们这代小的时候 都读过三字经的吧 三字经里面都讲这句话 诗记王春秋作 但是很多时候 你就当顺口溜一样 就读过去了 你没去想过 为什么诗王而后春秋作 诗王而春秋作 诗啊 诗其实也是通过讽愿 通过讽愿来传达正面的价值 也是指向 对未来的引导和规范的意思 孔子啊 做春秋时有其不得已啊 实际上孔子明白 孔子也明白 历史的冬天来了 像春 像诗经那样一个 温和的提醒的方式 不够了 得用春秋的这种住宿的方式 才能发挥那种作用 但这不好意思 这当然都是我猜的 这个同学们可以质疑啊 这是一种体会而已 所以我在体会 为什么孟子讲 诗王而后春秋作 然后你能体会 你就要体会 孔子说 孔子说的 这个知我者其为春秋乎 罪我者其为春秋乎 那为什么那么讲 《春秋经》 其实孔子没资格写 我们不说别的 就是说资格他就没有 为什么 春秋是天子之事啊 你只有圣人之德 而无天子之位 怎么能做春秋呢 孔子做春秋这行为 本身就是僭越啊 这个是孟子在 孟子在我们引的这段话 后面就直接说了 所以冬天来了 其实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 其实到这儿 我最想讲的已经说出来了 就是历史的冬季 一个历史的冬天到来的时候 一个历史性的冬天到来的时候 历史冬季到来的时候 去须旧时 应该是正确的态度 去须旧时 不要再沉溺在各种各样的虚无缥缈的抽象的想象当中吧 不要太过关注那些虚拟的东西了 这个去须旧时 这很简单嘛 就冬天就很简单 我前两天跟学生讲 夏天好混 夏天你就没地儿住都没关系 对吧 外面三十度热点热点呗 你睡大街上也照睡 你到冬天不行啊 对吧 冬天你睡大街上 我东北人 我黑龙江大庆的 对吧 你要是我们黑龙江大庆 那寒冬腊月的 零下二十多度 晚上 外面那是要死人的呀 对吧 所以哎呀 我有点唠叨 年纪大了 有点唠叨 有点像唐僧 有点像这个大花西游里唐僧 是吧 刮风啊 刮风啊 下雨了 大家都收衣服啊 大概这个意思 就是思想上也一样 我们太多太多人 到今天仍然在天真 或故作天真 仍然在维持在那种 思想的呆萌状态 其实挺麻烦的 其实错误的思想方向 错误的思想方向 在历史上 从来都是杀人最多的 从来都是杀人最多的 比任何武器 错误思想是比任何武器 杀人都多的 那当然我并不是说 我在这讲韩非 我并不是说 韩非的思想都是正确的 对吧 但是他有他在某些时候极为有效的这个方面 所以我说历史的东西来了 去须旧实 所以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 我的一个结论 思想的裸奔 可以结束了吧 你夏天的时候裸奔最多也就是有伤风化 你的冬天裸奔 可能就要命了 好不说了啊 就到这儿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简单的展开一点 这个韩非啊 我说韩非是个正直的人 这一点一定要注意 韩非是个正直的人 所以我刚才讲 不正不够正直 不够正直的人 不配读韩非 你读不了 难言睡难 我说韩非子的孤分 看看孤分片 我觉得历史上 我们不能不感慨 历史上孤分是有一个谱系的 孤分是有一个谱系的 你孤分二字 我觉得鲁迅其实就有这孤分二字 其实你要说鲁迅 刚才说的 有时很俊极 其实鲁迅身上有孤分 其实甲夷身上也有 汉代的甲夷身上也有孤分 魏晋的姬康身上也有 这种孤分 历史上很多这样的人 他看懂了 他看得比谁都透彻 看得比谁都明白 他也知道自己看得明白 没啥用 因为没人听他 然后又 就是不说就算了 还要说 就是这样 所以接着我们看一看 他这个韩非的这个孤分 智术之事必远见而明察 不明察不能逐私 这个逐 逐就是逐照这个人的私心 能法之事必强义而尽之 这五个字我特别喜欢 我在最迷恋儒家 我在最迷恋杨明学的时候 我都被强义而尽职 这五个字打动 不尽职则不能绞尽 然后接着一段 那么于是 智术能法之事 有的时候他又把它简称为 叫法术之事 智术能法之事 那么智术能法之事 就跟当途之众人 当途之众人 贵重之臣 就是必然有矛盾 必然形成矛盾 所以说这是不可两存之仇业 对吧 然后他就在这个孤分篇里面 讲这个智术能法之事 的种种劣势 这个贵重之臣的种种 这个优势 然后在这种情况下 又怎么能不孤分 好了 韩非子思想的内在矛盾 好 韩非子这么重视 智术能法之事 但是韩非子不重教育 韩非子不重教育 韩非子认为更不孝 韩非子五度篇里面 认为社会有五类蛀虫 排在第一类的是学者 排在第五类的是工商 工和商 工商油堕之谜 排在第一类的韩 这个学者 对吧 然后他说你这学者更不需要 然后他基本上就认为 这个事情上最大的麻烦 这个社会上最大的麻烦 几类麻烦 一类就是乳 一类就是侠 说如以文 这个犯法 侠以武干净 对吧 这个如以文乱法 侠以武干净 这个如跟侠是最糟糕的 这侠呢 用私见 私人报仇 不遵国家法令 然后呢 如呢 自立标准 跟这个 这个国家的赏欲的标准不同 韩非子特别深刻的一个地方在哪 就是赏罚跟毁欲之间啊 大家注意 赏罚跟毁欲之间啊 很多时候不一致 这个 朝廷 或者说 邦国 或者说君主赏的 不见得 是社会上赞誉的 罚的 不见是 不见得是社会上 这个 排斥的 这个 非毁的 毁谤的 所以赏欲跟 这个毁欲跟赏罚之间的不一致 带来了极大的问题 所以他就特别强调 那好了 他甚至强调了 以利为师 以法为教 没有别的需要教育 就是用法来教育 也没有老师 用官吏做老师 这个是一个大麻烦 这个大麻烦在哪呢 能法治术之师啊 就回到这来 孤奋篇里面的这个 能法治术之师啊 特别是治术之师 必远见而明察 能法之师 必强益而尽之 这两点 可都不是以法为教 以利为师 教育得出来的 我认为这是 韩非子内在的最大矛盾 韩非子呢 由于强调社会的整齐化一 由于强调国家的实在 实际的物质力量的增强 所以在他那个时代 国家物质力量增强 就两个东西最重要 一个是农 一个是战 农就是这个粮食嘛 战就是这个军队嘛 就是武力 但是农 农这件事辛苦 战这件事危险 那既辛苦又危险 辛苦又危险 既辛苦又危险的事 你凭什么让人做呢 你只能用赏和罚 你做我赏 你不做我罚 而且信赏必罚 什么叫信赏必罚 就是无偷赏 无设罚 偷是苟且的意思 这韩非子强调的非常清楚 没有苟且之赏 不该赏的赏 该赏的不赏 这叫偷赏 叫无偷赏 无设罚 只要该罚的一定罚 无可宽设 神圣不可解也 这是他强调的 但是你注意 这种强调的结果是什么 你靠的全是这种 所谓的这种 要么是激励 要么是惩罚 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 人的内在的 源自于道德主体性的 那种最高扬着激情的 那种饱满的 向上的力量出不来 那种真正的 强义而尽职的人格出不来 那个远见而明察的 见识也出不来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 这是韩非我认为 最根本的问题 这个问题 与他的另一个方面 问题有关系 你这个 这个去须旧时 这个大方向 历史的冬天 大方向是对的 但你不能因此 走一个极端 你不能因此认为 这个广义的乐 就完全没意义 所以在韩非子的思想里 这一点我认为 他还是有相当大的部分 应该是有莫子的影响 就是你不能说 乐的精神 在治理的原则里 整个的治理的原则里 都丢掉 完全没有 那这个其实不行 所以 所以 韩非的思想 有这样的 我个人认为 他有这样的内在矛盾 有他的问题 韩非跟李四的关系 这个韩非 确实是死于李四之手 但是李四为什么要杀韩非 有很多人说呢 这个李四呢 因为嫉妒韩非 这个李四若嫉妒韩非 李四干嘛要向秦王嬴政 推荐韩非 对吧 秦王嬴政当时并不知道韩非 但是他推荐韩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看历史上的 这些伟大人物 像李四这样的人 虽然 哎呀 这个人呢 确实还是心胸太小 确实是个历史上 非常伟大的人 这个是一个 真正塑造了中国历史的人 像这些人物 都是塑造了中国历史 中国语言的人 你比如韩非 韩非那对中国语言的塑造 比方我们大家都知道的 这个矛盾的一个词 就是源自于韩非 五度篇 也是五度篇 大家要注意 你像这个 这个我们理解这样的人 就是塑造我们历史的 这个伟大人物 那在这个秦统一天下 包括飞丰建立俊宪的 这个过程当中 李四发挥了多么重要的影响 包括对中国文化 对吧 这些东西影响之大 太重要了 这样格局的 这样的人物 李四呢 到后面 我还是 当然我们只能看历史的一些记载 无法完全弄明白 但是有一点我们 我还是觉得 心胸还是小了一点 对吧 但是呢 小没小到 还是没狭隘到 仅仅因为极度 就要独杀韩 独杀韩非的这个程度 其实啊 我觉得 还是应该理解为 首先是韩非对不起李四 而不是李四对不起韩非 这个地方我稍微简单讲一下 这就要谈到存韩和朱建奇 这个韩当时派韩非出使秦国 出使秦国 那么韩非居然到了秦之后 第一条的意见 就是强调存韩 强调保存韩国 然后接着呢 在他这个存韩之意啊 嬴政就下 那就把存韩之意 给了当时的自己的一些谋士 其中包括李四 然后李四呢 就有 就对存韩之意 有非常明确的批骨 而存韩之意也就算了 你仅仅保存韩 你出于韩国宗室的这种立场 你存自己的祖宗之国 这个父祖之国 那是真正意义上的祖国 父亲 祖上的坟墓所在 那真正意义上的祖国 你这个心态还能理解 问题他离间 韩非的这个潜在的那个态度里面 要离间秦王嬴政跟谋臣的关系 他处处在明示或暗示 谋臣不尽心 谋臣怀思心 在存韩之意和初见秦篇里都有这个 而我们知道这个 那个韩 李四有一篇特别著名的文章 就是建竹客 建竹客书 对吧 当时有一个竹客论 就是这个客呢 就是其他国家来的这些客卿 那么当时因为有一个郑国渠的事件 这个相关的历史你们去查一下 有个郑国渠的事件 也跟韩国有关系 那么这个郑国渠这个事件之后呢 就秦国一度要驱逐客卿 所以在李四的那个建竹客书之后 才有了这个保存下来 结果韩非来了 又离间这个秦国的君主 秦王嬴政跟这个 这个他的谋臣 尤其是客卿之间的这个关系 话里话外都是这个 所以这个呢 这是李四 不是私院 不是私院 因为在这个时候你注意 基本上你可以理解为 韩非对 这个 韩非已经成为李四 实现自己政治理想的 这个 一个重大的阻碍了 这个 这样了不起的政治家 有没有个人的私利 有 但是他 宏观方面 大部分情况下 宏观方面的 这种伟大的政治理想 都不能简单的还原为 他个人的私利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最后的结尾 就是 我们对比 实际对韩非之死的这个理解 不能不感慨 或者说 可能又一次印证了我多年的一个感慨 这个感慨就是 司马迁 司马迁 思想家的传记 是真写的不好 虽然 虽然客观的讲 我们还是要感谢司马迁 如果没有司马迁如此的重视这个思想家 也许不会有这么多思想家的传记 但是 思想家传记真写的不好 就是 司马迁写的 好的 那真是这个政治家的传记 那个 这个 游侠刺客 游侠列传 刺客列传 哎呀 这个偏偏都好 偏偏都是神品 但是思想家传记 不好 我觉得这可能跟他的 从他父亲那儿继承来的 这个黄老之学的那个 那个传统有关系 他理解不了 所以你看史记对韩非的这个理解是这样 然韩非之税之难 就韩非明明知道税福君主如此之难 唯税难书甚至 专门写了税难这篇文章 如此完备的写 这个 这个税难的这篇文章 忠死于秦 不能自脱 结果却明明知道 说服君主如此之难 却用 存寒和初见秦 这样的这个 这个道理去说服 这个 嬴政这样的 这个大政治家 这不是 这不是荒唐吗 对吧 这不是自己 这个等于是违背了自己的思想吗 但是这个时候你看王先谦的这句话 这王先谦呢 因为关于韩非子 还有一个著名的就是王先谦的韩非子集结 王先谦是王先谦的应该堂弟 王先谦这个我就不用介绍了 这个清代的这个 这个晚清的大经济家 这王先谦在韩非子集结序里面 有一个极有见识的讲法 说非劝秦不举韩 韩非劝秦国不要灭掉韩国 为棕色图存 到这儿 这个我们还能看 都你仔细读其实读得出来 画质无理 这个画是就通那个计划的画 筹画的画 帮人家出谋画策 如此的无理 你就把它理解为无理头也行 但是这个不是无理头 没道理 荒唐 你跟嬴政提存寒的建议 又离间人家这个 这个秦国的国君 跟这个克卿谋事的这个关系 你拿出点像样的计划行不行 居然上来就谈存寒 存寒的道理 那道理说都说不通 怎么说的出口 这么高明的一个人 有这么深的历史坚持的一个人 在干什么呢 所以后面这句话 急动人 君子于此 由悲其志也 明知道不行 但总不能劝秦国 灭掉自己的祖国呀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 这个很多年前我写过一篇小短文 在读书上发表过 叫《韩非之死》 结尾我也讲这段 在这个意义上 韩非是一个牺牲者 这一点其实陈其伍先生 也是这么来强调的 韩非这个时候 已经年逾六旭 这个剩下的日子也不多 这个奋自己之力 虽然基本上没有可能 但还是做一点努力 这个在这个意义上 的韩非 也是一个 知其不可而为之者 好了 好了 那我们讲座的时间就到这了 谢谢各位同学 那我们这次呢 我们是现在 哔哩哔哩上 收集了非常非常多 同学们对杨老师 想提问的问题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 B站的小伙伴们 对杨老师的提问环节 那第一个问题呢 有一个小伙伴想问 杨老师 为什么很多人 把韩非子看作帝王之书 我们现在的普通人 能从韩非子中学到什么呢 韩非子的确是帝王之书 这个呢 这个要注意 韩非写书啊 相当大的部分啊 其实都是在写给 韩国国君看的 因为他是韩国宗士 韩国的贵族 他是写给韩国国君看的 他是真心希望 自己的韩国强大起来 所以在韩非这个举的 历史上的明君的例子里面 韩昭侯是他举的最多的一个人 几乎是最多的人 我没有统计过 频率出现得非常高 所以是写给国君的 古代有不少的书 写作的阅读对象 本身就是这个写给君主的 这个比如老子这个书 这个 汉书一文之班固就讲 这个概括老子这个书 讲老子这个书啊 军人难免之书 那个就是统治者统治 统治国家的这个方法 所以这个本身也是给君主看的 当然这个只要写到书里面 所以为什么就是 其实著作这件事本身啊 和口传这件事不一样 所以这个有的思想家 是特别重视口传的 其实在我们看 孔子的这个教育里啊 后来看得出来 孔子有很多 觉得可能不应该 所有的人都看的 就没写 他就基本上没有 没有这个文字传承下来 因为有了文字之后 就意味着这个 所有的人都能看 正直的人不正直的人 这个 这个能理解的 不能理解的人都在看 所以他这个本身就是这样 这其实这个问题 大家注意 古希腊也有这个问题 这个古希腊 这个就有这种 就讲过说 有一个人发明了文字之后 就有人批评他说 具体我记不清了 然后就是讲说 你这个 批评他的人说 你一旦 有了这个文字的话 就带来了 所有人都能看 这个 这个当然 的确是这样的 这个说的没错 但是有一点呢 我们今天看到这些书呢 其实对我们 其实都非常有帮助 比如举个例子 我说这个 韩非对我的意 韩非对我们的意 我随便举一条 刚才我讲了很多了 我相信 可能这位同学也在听 我相信你应该从中 已经能得到了 这个从韩非子那儿 能学到什么 特别重要的一条 韩非子说 你君主啊 听这个 臣下禁言 就是这个 有什么建议 臣下有什么建议 你要做到 偶参舞之业 以则沉沿之事 什么叫偶参舞之业呢 就是 就是把各种各样的 这个言说跟笑宴 参舞呢 有的人读成三 倾向于读成三五 就是把各种各样的 这个言说 跟事实发生的笑宴之间 偶就是对照起来 用这个来去考察 沉沿之实 就是这个 这个讲这个道理的 这个建议 对还是不对 比如我们今天 我们今天其实最大的麻烦之一 就是我们面对着 无比复杂的舆论场 每天每天你看到 各种各样的信息 任何一件事情都看到 截然相反的信息 截然相反的论调 各种各样的 你怎么办 偶参舞之业 以则沉沿之实 你仔细去看 你看某一个 比如自媒的某一个作者 你认真去看 看什么部分 看他对实际会发生什么 所做的预判 这是可验证 不可验证的 我最近越来越强调一点 不可验证的 闭嘴巴 别谈了 很多人都在那 一件事应该不应该 那我觉得现在 这已经是信仰层面的问题了 没法验证 对还是错 没法验证 这个人 实还是虚 真还是伪 没法验证 所以我觉得今天 我们要考察一个言论 你要 你比方说你 我们都有一些 习惯性的 这个习惯性的 接受信息的方式 那你比方说 你习惯性看某一些自媒 自媒体的传播者 对吧 那你就要考察 别 先别看应该怎样 那个部分 把那个部分完全性 玄格起来 我觉得可以做一个 现象学玄知 玄格起来 把括号括起来 把应该括号括起来 直接的回到事实 回到事实就非常简单 就问一件事 会发生什么 可验证的 对吧 这个部分 你看一段时间 然后你就会发现 很多人的言论 你就不要再看了 还有韩非子讲 说君主不要听有门户 所谓听有门户 就是只有一个渠道 或者只有某几个 特定的渠道 这就叫听有门户 对吧 你今天看 我们今天看到 各种各样东西 我们多少人 都有这个问题 听有门户 对不对 然后那你怎么 那你怎么做出 正确的判断 对吧 其实我们要掌握 我们要有一个宏观的 对未来 或者我们正在发生的 有一个宏观的 大的判断 我们要判断的是 下面会发生什么 以此来决定 来决断 我们应该 做什么 以及怎么做 这我觉得是对我们的意义吧 希望对你们 对这位同学能有帮助 那我们杨老师第二位同学的问题 他说的是 杨老师您好 最近读各种 现代理论作品 最深刻的感受就是 世间的一切都变得可疑起来 对错 理性与感性 甚至爱都变得非常可疑 就好像脚下 原以为坚实的大地 全都松动了一样 个人似乎无从立足 反而在古代 尽管世界充斥着神秘要素 个体却似乎总是很踏实 很安稳 不知道您怎么看 现代人是应当回归先贤们 为人类构筑的精神空间呢 还是要继续越走越远 就寻找新的意见人呢 这个我推荐这同学 其实这个感触也挺对的 就是因为我年轻的时候 特别喜欢看王家卫 这王家卫呢 有两部电影 其实大概应该同 前后脚拍的 其实三部电影 一部呢是东邪西毒 一部呢是这个重庆森林 这个其实那两部电影里啊 就包含着对这个 这个当代人 就当 现代和古代的不同 这个古代呢就是 他演古代的那部电影 叫东邪西毒 当然东邪西毒拍的一个副产品 是东城西旧 东城西旧 哎呀笑死了啊 我太喜欢那些 那批这个 那批香港的演员了 怎么说到这儿 就是那个东邪西毒啊 这个东邪西毒呢 这里面就非常有意思 那是包含了一个对这个 古代啊 对王家卫对古代世界的理解 重庆森林呢 是王家卫对 现代时空的一个理解 其实很有意思 这个王家卫 在王家卫那个理解 你概括一下 你可以发现 这个东邪西毒的主题啊 是忘不掉 忘不掉 这个 这个 重庆森林的主题啊 是记不住 就是古代呢 忘不掉 对吧 这个古代世界是忘不掉 今天这个世界呢 是记不住 对吧 这个 什么爱 按照那个 你看看重庆森林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这个 这个 这个爱一个人 基本上这个人 你看 当这个人把他的 这个穿的衣服啊 喜欢的歌 全变了以后 这个人就变另外一个人 没有内涵 没有真正以上的自我 这个 当然这种都是感慨 这种都是感慨 我这个顺便说 说这么一句啊 但是 首先呢 我是蛮强调的第一点啊 就是说呢 古今之意啊 也不必强调的 那么 断裂啊 其实刚才我讲 东西基督和这个 重庆真民啊 我恰恰是要强调 其实没有这么断裂 真的没有这么断裂 古人呢 古代世界没有 其实没有那么好 我们今天也没有那么长 呃 是这样 时代确实变了 我觉得这点呢 我们确实要有一点 韩非的这个精神 因为我们不能不承认 物质世界 变了 对吧 我们生活的物质世界变了 呃 我们人与人交往的方式变了 生活节奏变了 呃 这个生活节奏实在是 太快了 所以总体说来 我们说古人纯厚 嗯 今天的人活的这个 薄 为什么 其中有个重要的方面 你想古代世界的人 你韩非那个时代 或者孔子那个时代 人一辈子能见多少个人 但我们今天一辈子 要认识多少人 时间 生命的长度并没有增加 每一天的时间也没有增加 所以只能是生活节奏越来越快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 有些部分呢 我们不能不说 这个是 嗯 也没有什么好 和不好 生活节奏慢 和生活节奏快 慢有慢的好 快有快的好 慢有慢的不好 快有快的不好 所以这个地方我觉得 嗯 要有一点 这个 这个 演变的历史观 就是 这个 如实地看待这个世界 是吧 这是 所以第一点呢 我 我不觉得 要把古今 做这么 断裂的 这个强调 古今 虽然有变化 但是 人 还是那个人 这一点 我不能不说 嗯 就是 这点我还还蛮认同 这个部分的 我认同董仲书 天不变 道义不变 如果看你怎么怎么理解 因为人生的基本问题 没变 人生的基本内容没变 大家注意 人生的基本内容没变 人生的基本问题没变 你说人变了吗 不好这么讲 为什么 我说最简单的人生的问题 没变 人到今天 仍然是生着老着 病着死着的人 技术 号称发达 生老病死 一个字 都没解决掉 既然 我们仍然是生着老着 病着死着的人 我们又怎么能说 古今的人就变了呢 所以 所以 不宜这么去 不必割裂地去看 最后我的一点回答 可能也不算一个简单的回答吧 就是说 可能我们在更快的节奏里 所以我们体会着 我们容易进入到更仓促恍惚的状态 的确 的确有这个 但是呢 大家要注意的是什么呢 那个确定性的来源 无论古代还是今天 都不在外里 其实都在心灵里 我自己的哲学思考的一个理解就是 真正的必然性不在外里 真正的必然性 在人的心灵的自我决定里 好吧 所以 你不必去寻找新的一点源 多听一听古代的 多听一听那些 多去思考或者去研读那伟大经典里 那些普遍的道理 然后当然需要有一个翻译 所以我就特别 我特别强调这个翻译 当然打引号的翻译 你得有一种能力把 这古代的伟大经典里面所包含的道理 翻译到我们的生活世界里来 然后用这伟大的道理来 真正的引导我们 好吧 好 就到这了 第三个同学他想问您 姚老师您好 在您之前的一些讲述中有提及到 目前可能处于第三次儒学复兴运动 那么现在的儒学复兴和唐宋时期的复兴 有怎样的差别呢 会在哪些哲学方向上进行突破 发展又面临什么样的困难 会像随唐时光那样 促进宗教本土化和更入室吗 这个问题是我选的 对 这个问题 对 我是讲过这个话好像 儒学的第三期 我觉得很可能 很可能是在儒学的第三期的复兴 很可能是在儒学的第三期的复兴 当然是以儒学为核心的 这个中国思想和文化的一个 现代新形态的形成 我个人认为我们距离 现代中国文明新形态 还有相当的距离要走 还要付出很大的努力 但是我觉得我们应该是走在 这个方向上 我们这个时代应该已经在这个时代当中了 当然我认为还会是以儒家为核心的 当然要广泛地综合汲取 中国固有的各方面的思想传统 同时也要面对 诚实地面对这个时代 我们最怕的是 所谓的复兴变成了 变成了 怎么说 诈尸 怎么叫诈尸呢 就是已经死掉了 就不要再复活过来 对吧 复活过来就是下过程 我们讲古代的伟大经典 讲古代的伟大哲人的思考 切记刻舟求见 守株待兔 守株待兔这个其实又是韩非 也是在五度片里的 韩非讲说你在今天这个时代 儒家的仁义之道 那就是守株待兔 其实到 比如说村球里有讲客舟求见 很多人都有这个问题 所以这是我们要 其实要注意的 突破的方向 那么当然 这个方向呢 就是 我刚才说 现代中国文明的新形态 成熟的现代中国文明的新形态 我觉得无论如何 因为中国文明的固有精神呢 我觉得就是理性主义和人本主义 所以无论如何 还是理性主义 人本主义 这个 为主导的精神 为主导的精神 当然我们这样的一个 理性主义为 理性主义 人本主义 为主导的精神 当然我们 对于 各种宗教 我们都是有 这个 平和的态度 而不是排他的态度 会不会像隋唐那样 未必 未必 因为你说的 我想你说的宗教 可能指的是 某些医生教传统 但我希望是这样 对吧 因为我有一个理解 我很多年来 大概五六年来反复讲 可能不止五六年了 反复讲 我一直讲 中国文明的精神是知识 比如说如果 某些医神教 能够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化 恐怕要把知识的精神 这个 注入其 这个 毅理和精神的根基处 对吧 有了这种知识的精神 我们注意 他就不再是排他的 对吧 他可以 可以自己 信仰自己的 但 不会要求别人 我觉得这个是蛮重要 当然 我认为整个的这个现代 现代形态的 更成熟的中国文明的这个新形态啊 它是 它是根基于中国固有思想的 总体来说 它是 应该是理性的 和这个 人本主义 这个我有一篇小文章 这个在网上 同学们应该能找到 就是我去年写过一篇小文章 叫新子学时代 那里面我讲了大概的 我的一个理解 还是延续着我 多年来讲的一些这个老话题 就是 我觉得中国文明 今天这个阶段 最关键最关键的就在于 自立无理 自立无理 要把我们自己的那个道理 把我们中国文明自己的道理 立起来 我们不能好像活着 怎么活 都像是对世界的一个抱歉 我们没有什么可抱歉的 我们是 我们这个文明是 奠定在我们文明固有的 意理基础 意理基础 就是那根源性道理 作为它的基础 好不好 好 那就 我这问题也就回答到这了 这个 谢谢各位同学 希望 能够对大家有些帮助 好 好 谢谢大家 小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